图案画好之后就可以开始剪纸了 根据这幅图案的大小 我先把它轮廓解出来 有需要折纸和画出过头的朋友 可以到我上一个视频里去看 这里我们先把它轮廓解出来 剪完烂轮廓之后 这张纸的面积就小了很多 这样便于我们方便去操作 继续剪这里 把眼睛剪出来 剪这个位置的时候 注意保留眼睛底 这里是一个月牙纹 我们先沿着内侧的线条来剪 然后再把剪刀回到元起点 接着剪 最后把这里这些月牙纹剪出来 最后剪毛刺 剪毛刺的时候我们要从对折的这一面开始进 如果想自己的毛刺剪得细一些 那么移动的角度一定要小 如果想粗一些 显出一种粗犷的感觉 那么我们可以将毛刺移动的角度变大 这样一只富贵牛的剪纸就完成了 谢谢大家